大家好,歡迎回到Y小編鳳梅莊的單元 我是Y小編哈樂 大家知道嗎?一年一度的週年慶又即將熱鬧開打囉 這種突破省錢的好時機怎麼可以突破呢? 你卡準備好了嗎? 這次呢,Y小編就來戰火最激烈的新義區來實際的接訪 到底大家週年慶都買些什麼? 以及他們心中的必圖的清單是什麼呢? 有興趣的人就跟Y小編一起看下去吧! 那由於美妝品牌實在太多了 真的沒有辦法一二列出來 所以Y小編也先自己整理了經典品牌的十個土盒 來看看到底實際接訪 到底這些是不是大家的必屯主呢? 還是有其他好用的漏網之餘呢? 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你覺得你週年慶的會脫破嗎? 會!會脫破 那一滴會脫嗎? 我去看就這麼多了 那你夫妻呢? 那你必須要有類型的 我通常會想要像素花筒 還有精華織 還有精華織 一對精華織 或者是比較實用性的天保 或者是某些經典的品 我看愛是有一個 聽一下 化妝品的 化妝品 化妝品 還用那個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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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新鮮 我們把眼睛 比較優勇 對 瘋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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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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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就是我優先好 應該是什麼 然後第二的是價格 應該是它的資格內容 然後再來說它的價格 當然也會是考量之一囉 好了經過小冰缸兩三個小時的街坊 大概藥品數大概有十二到十五個人吧 總之我自己也數不清了 那結果終於出爐囉 謝謝 那看完剛剛的實際的街坊之後呢 Y小編也要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投票的結果 不過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一次的品項呢 除了是Y小編自己也都蠻喜歡的產品之外呢 還有就是我有參考 Yahoo 時尚美妝的美妝榜 排名的部分 所以呢這些其實都是收尋樂度非常高的產品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高機能化妝水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喔 其實就是很熱門的就是金展花啊 屏幕宣言以及SK2的青春露的部分呢 都是有非常多人投票 我覺得唯一比較可惜的是雪雞精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也很好用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剛好沒有遇到雪雞精的粉絲 所以雪雞精的粉絲 趕快來底下留言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精華液的部分 好啦這個差距值真的有點大 就是小中小黑瓶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的產品 然後我覺得很可惜的是雪花秀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雪花秀這一品 論照精華 我覺得這次訪問到的年齡層真的也是偏低一點 那小中小黑就不用多說啦 就是一直常年熱銷的排行榜 好再來是粉底的部分 粉底的部分呢我覺得就是還蠻 我還蠻驚訝的 因為其實我挑選到Armani這款其實它是一個新品 可是你看它真的很強 大家真的都對Armani的粉底深具信心耶 即使它是新品大家還是都會很想要來試試 趁著你入手來試試看 那其他就是MAC的部分 它就是一個也是經典常賣的底妝品項 然後YSL是最近呢熱度 討論話題非常高的一品 所以我覺得這三品都還蠻十字名歸的這樣 那看完剛剛的投票結果呢 不知道跟大家想的是不是一樣的呢 不過呢最重要就是提給大家一個參考啦 然後還有在外小編呢在街訪的過程中 其實還有很多女生呢也跟我分享一些 他們自己呢也很私推 但是呢沒有在榜上的名單 外小編待會也會剪給漏網之魚的鏡頭 給大家分享給大家更多更豐富的選擇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實際街訪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這是既繁星的MIC 那它有一個是怎麼繁星的MIC 欠兵的 那是什麼 寶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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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的寶寶 還有寶寶的寶寶 它的金獎話的特色 金獎話特色 金獎話特色 需要更討論嗎 謝謝 文書 Show 如果你